不同版本中的仙人掌有什么区别? 原版,仙人掌原型来源于沙漠中真实存在仙人掌,看上去全身长满了刺儿,发射的每颗尖刺,攻击伤害为20点,一旦遇见气球僵尸就会迅速升高,并将其击落。 在射速与攻击伤害方面,与豌豆射手如出一辙,在大多数情况下,仙人掌只在4-3关卡中,才有使用需求,因为这一关卡中通常会在同一条线路上出现两个气球僵尸, 相比三叶草来说更加划算。 95版,95版仙人掌唯一的区别在于,可以发射穿透性尖刺,对多个敌人造成伤害,这一点与二代仙人掌一样。 西游版,西游版仙人掌没有任何变化,与原版相同。 火死人版,这个版本中的仙人掌攻击伤害更高,与95版一样,可以发射穿透性尖刺,无法一次性击落,气球僵尸,需要发射多次尖刺,才能将其击落。 江南国际版,这个版本中的仙人掌除了外观看上去更加美观以外,其他与原版并不差异。 冒险时光版,冒险时光版仙人掌被毒刺蘑菇替代了,发射的尖刺附带紧速效果,同样可以打击气球僵尸,攻击伤害不高。 派版,派版仙人掌发射的是彩色尖刺,攻击速度非常快,每次攻击对僵尸,造成的伤害非常低,无法一次性击落,气球僵尸。 TAT版,TAT版仙人掌发射的是穿透性尖刺,与派版活死人版一样,无法一次性击落,气球僵尸。 TAT版,TAT版,TV